喂喂喂 問問你 如果去澳門旅行的時候想吃自助餐呢 究竟哪一間是最好吃的呢 哎呀 誰都會搭啦 自助山啊 哎呀 但是你的肚子又有多大呢 吃得多少東西在肚子 所以馬家貓這次反行其道 去到澳門一間貧民酒店自助餐 一個人啊 250 元而已 就已經吃到自助晚餐了 你說是不是很瘋啊 終於登入澳門了 天都未黑就已經去吃自助晚餐了 這裡究竟是哪裡來的呢 其實這裡就是趕路碼頭對出的一條扶手電梯 上去之後就是一條天橋 走著走著就會走到這一個的海立坊了 見到這一間東西呢 完全不關事 因為我們今天呢 都不是來這個海立坊那裡吃自助餐 見到這一塊的海立坊之後呢 細心點留意一下指示牌 其實還有一個箭咀的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這個叫做回力自助餐的地方 走著走著又會見到另一個箭咀 總之呢 跟著這些箭咀一路走 這樣就會去到目的地的了 這一個就是餐廳的門口了 如果你沒有預約的話呢 基本上你可以打到回府啦 這裡基本上都滿了 那家貓那天平日來呢 其實已經全場滿了 你可能都會很奇怪啊 為什麼這裡會這麼多人呢 就是一個字咯 便宜嘛 星期一至日呢 成人的價錢就是298元 小孩子和長者的話 說著188元而已 這個價你以為很便宜呢 其實中震撼啊 因為這個價錢平日去的話 還有七五折的 就好像瘋子馬金貓和馬金貓那一去這樣 兩個人結帳 平均除了一個人250元左右而已 星期六日和假期呢 就四人同行 一人免費的 除開其實都是七五折 但是你要多些人去啦 入到來坐下 四圍看一看 好像都OK那樣啊 看下去呢 起碼那間餐廳有燈了 這一餐呢 都肯定吃到癡肥的了 所以馬金貓來之前了 幾大都吃回一些 豐盛生活的舒暢感受益生菌先啦 馬金貓還知道 這一隻的產品 和市面上一般的益生菌是不同的 因為這一隻舒暢感受 是有B3的比非得是益生菌的 可以提高免疫力 提升長度健康之餘 還可以減肥的 其實這一隻的益生菌又有什麼用呢 為什麼一般的益生菌又不能減肥呢 原來一般的益生菌 可以幫助排便和增加免疫力 有時候排了一些宿便 肚腩小了 我們就以為瘦了 其實咯 哪會減到脂肪的 這一隻的B3比非得是益生菌呢 就是世界上第一隻可以不用節食和運動 在吃了8-12個星期之後 就可以減低體脂和內臟脂肪的益生菌 也得到日本科研和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證實 馬金貓每天吃兩條 第一條就早上空肚吃 第二條就下午3點之前吃 吃了一個月左右肚就小了 人呢都輕了 由4月28號開始 封城生活還會有他們的年終感謝祭 除了在他們官網之外 在屈臣市 莎莎 蕩蕩 蕩蕩 蕩蕩蕩 放了Infobots 去看吧 吃了這一包的舒暢感受 現在都沒有了脂肪了 是時候走出去看看有什麼吃了 不如先看看海鮮吧 這裡的海鮮呢就不是很多 總共只有四樣 龍蝦 鮑魚 長腳蟹這些都沒有 在這些名貴海鮮都沒有的情況下 麵包蟹就成為這裡最名貴的海鮮了 感覺就是好像一個很差的小孩 入到一間更加差的學校考第一 哎呀 人家就水鬼升成王 這次就麵包蟹升成王 不要緊 拿多幾隻麵包蟹回去 看上去都有一些蟹糕在 嘩 筆上去都有一口蟹糕在 看上去都好像挺好看的 麵包蟹就是這裡的王者之中的王者 但大家都不用擔心的 麵包蟹整天都有 走出去都看到它的存在 吃完蝦和蟹之後 馬家貓就專攻這些刺身了 還有一些日式的前菜 刺身其實只有四種 都是一些最普通的三文魚 吞拿魚 希靈魚那些 帶子那些都沒有的 但是又沒所謂了 你要回本的話 吃一磅的三文魚 那就回本了 馬家貓就決定不回本了 蠔給他 反而吃這些小前菜 現在見到的這一個 就是泰式沙律了 這兜仔野又挺有趣的 裡面辣辣的味道 有些蟹柳在這裡 還有些微型的海鮮 剛才都說過 馬家貓平日來的 但是這裡都全場滿了 大家看到這裡 可能很關心一樣東西 就是這裡究竟怎麼做預訂 那就看你是懶惰一點 還是勤力一點 你懶惰一點的話 就打ID過來 直接用電話在這裡預訂位 但是這樣就浪費了一元 勤力一點點 就發個email過來 一元也不用浪費 但是就要打字 沙律吧裡面 除了有沙律之外 還有一些烤咳 還有煙沙文魚在這裡 吃完這些東西之後 就看另一個的黃牌食物 見到了見到了 就是竹筋祖安的毛巾 見不見到 好久沒見過了 見到竹筋祖安的毛巾 當然要拿了 結果廚師就給了這兩塊片皮鴨我們 其實在自助餐裡面吃片皮鴨 都不知道叫做抵 還是不抵 馬家貓 當天就見到很多人 排隊拿這塊片皮鴨 但是其實想心一塵 這些片皮鴨 每間酒樓都做特價 幾十元百幾元就有整隻 一隻就切到幾十塊出來 所以馬家貓決定吃兩塊就收工了 吃其他那些很少特價的東西 這兩塊就真的很少特價 一個就是燒羊腿 另一個就是燒西蘭 是剛才那個片皮鴨的廚師 旁邊的廚師切出來的 拿到回來 真的有少少招頭了 明明他在兩塊肉那裡 切了兩塊肉給我的 但回來 兩塊肉竟然變了一樣的 不要管那麼多了 吃到肚子就算了 再走出去看看有什麼葉盤好過 這一塊就比較特別的 原來是一個特色的乳豬海鮮鍋 這個東西又挺有趣的 不就是蒲瓜菜來的呢 將魚豬和海鮮混合一堆 但每次打開 魚豬都不見了 接下來這個就厲害了 這個就是牛雜 牛雜有什麼厲害呢 因為這裡是任吃的 你都知道來到澳門去到觀也街了 全部的牛雜一百元一盒 你在那裡買兩盒牛雜 差不多就已經夠錢在這裡吃自助晚餐了 你說你說牛雜現在多矜貴 馬的貓了 就當然是不收拾了 幾大都拿回一堆牛雜回來 這裡的牛雜叫做麻辣牛雜 吃進口其實有種麻辣味 這裡除了牛雜夠矜貴之外 其實還有圓條的三文魚在這裡 你選的時候 阿姐就會問你你要些三文魚碎 還是三文魚隻手 馬的貓就心地善良 留一隻手給魚慢慢游水 所以跟阿姐說要肉水 結果就拿了這一堆東西回來 吃完矜貴的牛雜和圓條三文魚之後 馬的貓就越吃越矜貴 這裡就見到一些焗海鮮在這裡 剛才就要焗青口 這些是焗蠔 來到澳門玩了 你如果想更加精力充沛的話 當然要吃蠔 但是這裡就沒有山蠔供應 只有這些焗蠔 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山蠔的話 你想想辦法剩下山蠔吧 每一次吃山蠔 馬的貓其實都不敢吃很多 怕吃到肚痛 到時通街要排泄就麻煩了 吃這些焗蠔就不用怕 吃多少都不怕肚痛 這一餐除了任吃之外 還是任喝的 雪櫃裡面你看到的夜飲 全部都不用錢 這裡還有些咖啡奶茶 但是吃自助晚餐 喝咖啡奶茶 喝完之後 晚上就很容易睡不著 喂?這裡的夜飲 灌裝汽水不是最吸引 旁邊的大嶺水才是最吸精 這個價位的自助餐 海鮮種類不算很多 刺身種類又不算很多 但是這裡的熱食其實真的很多 又走過出去看熱食 這個美式烤排骨 又是挺好吃的 外面如果你去西餐廳 叫一份這些排骨 又百幾二百元 看完這些燒排骨之後 還要看完這裡的熱盤 然後我們看看這裡 又有什麼點心 點心有幾種 蝦餃燒賣也有 還有一些炸物和鹹水果 放在這裡 馬金貓其實經常有個疑問 去酒樓吃點心 蝦餃一定很貴 不是特點就頂點 賣單說四五十元 但是來到自助餐 你又不會十粒十粒這樣吃到肚子 其實這粒在自助餐裡面可以任吃的話 在酒樓裡面為什麼會是最貴的呢 這粒的成本又會是多少錢 這裡的蝦餃其實都很大顆 皮其實又不是很厚 吐開皮之後裡面全部都是蝦 點心就吃光了 接下來馬金貓更厲害 做了一樣史無前例的東西 就是在自助餐裡面吃粉麵 為什麼會在這裡吃粉麵呢 因為一來這裡夠便宜 回本的壓力其實不大 第二這裡因為有個喇沙湯底 一路走看到很多人一路拿著一碗東西 用喇沙浸著一些食物 看上去又好像多貴好吃 雖然就去了粉麵檔那裡拿東西吃 但是馬金貓就決定走粉麵 只是拿了整碗送回來 這裡的送其實都很多東西選的 馬金貓就選了牛扒葉、扎肉、豆腐這樣的東西 如果這一餐要800元的話 馬金貓肯定不會吃這一碗東西 便宜的自助餐真的有個好處 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 不會有個吃錯東西的感覺 吃完這些食物之後 我們就殺入甜品區了 甜品區裡面最要搶眼的 就是這個芒果糯米飯 你問他拿一碟 就會有現在看到的這個份量了 整堆的芒果在這裡 還有兩種式的糯米飯 這個糯米飯其實真的很好吃 芒果又夠甜 飯又軟熟 還有椰汁又香 飯好吃到馬金貓拿這一碗東西的時候 聽到一個小孩跟廚師說 可不可以給我多一點飯 我要很多很多的飯 之後廚師真的給了一堆飯 他就捧著一碟飯拿回位置 最後不知道有沒有被媽媽罵呢 應該不會罵他吧 小孩跟長者說才188元再七五支 以你一個價位的自助餐來說 這裡的甜品其實肯定會收貨的了 這裡的甜品除了很常見的蛋糕仔 還有奶凍和啫喱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堆好像中式少少這樣的甜品 就是這些了 有一些好像煎堆仔 有一些好像蛋散那些這樣的東西 馬金貓呢 本身都已經是一個蛋散來的了 不要再吃這樣的東西了 吃回這些西式甜品算數 你看看這裡的甜品都算多精緻 你看看紅色那個了 除了那個蛋糕之外 上面還有幾粒珍珠 外面還有幾個盾牌 外在尾呢其實是重要的 但是內在尾有時更加重要 紅色那塊是好吃的 但這一塊黑媽媽的黑森林蛋糕 其實一樣那麼好吃 有時呢正所謂蛋糕不可以貌相 有時那些蛋糕你一日不吃落口 你是感受不到它究竟是什麼味道的 就好像這一塊紫色的東西咬了一口 跟著的那一半就永遠都放在那裡了 剛才拿了一碟飯回去的那個小朋友呢 不知道還有沒有餵口吃這個朱古力噴泉呢 雖然這一餐只是二百多元的價錢 但是這裡的雪糕呢 絕對不會是那些什麼Coco Berry 雀巢那些東西來的 這裡呢 畢竟都是一間酒店 吃的雪糕其實都是Hagandise的雪糕 吃完一盆甜品之後 你見馬金貓又會吃多一盆甜品 你就知道這裡的甜品不簡單了 馬金貓這次來到澳門呢 除了這一餐的自助餐之外 其實還吃了另一餐二百多元的自助餐 想知道那一餐究竟是什麼 在哪一道 記住訂閱馬金貓先 這一間的自助餐呢 你看下去其實都划算的 但是跟上次尖沙咀的貧民酒店自助餐比 究竟你又覺得哪一間比較划算呢 記住留言告訴馬金貓 還有啊還有啊 既然你看到這裡 在這裡說個小秘密給大家知道 在這裡埋單記得用信用卡啊 計算個匯率之後呢 其實更划算你就敢在這裡現場給港幣 好啦 我們下條片要再見啦 拜拜